小张 刘火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出了点状况 说佟总派去的人被发现了 他们起了点争执 结果 结果怎么样啊 刘火受伤了 刘火没伤 但是跟刘火在一起的那个女的 好像受伤了 听说好像叫什么鸦鸦来着 我心里都撞了 我觉得 怎么了 舍不得啊 没有 那就赶紧走吧 别误击了 燕燕 对不起啊 我 我现在才有勇气跟你说说话 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 我要去国外了 可是 我真的好舍不得你 我真的好舍不得你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 所有的活跃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开始淘汰 同学们好 好 同学们好 好 今天呢是你们学的第一天 那么首先呢我代表学校欢迎各位的到来 好 来 接下来呢 咱们同学呢做个自我介绍 来 从这位同学开始 我叫陈毅来自北京 好 大家好 我叫屈赫来自长春 大家好 我叫陈希九来自成都 大家好 我叫毛鸦鸦来自北京 大家好 我叫何苗来自竹南 我叫马兆鸦来自北京 老师好 各位同学好 我叫向辉来自山东 大家好 我叫陈树峰 我在香港 大家好 我叫欣蕊来自河北 大家好 我叫黄金来自河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的笑容 就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 我现在想起来 我 我以前每当我静泊的时候 你的身影从来没有缺席过 如影随形 有上心的人 KEY unknown 有人 memem 場 deck ESX 如影�bo 男人 陽态 MING MING 故事都只能動容 我一個人 如果你有天想起我 燕燕 謝謝你啊 可是現在 燕燕 我對不起你 我做了很多錯的事情 所以沒有臉再見你了 我現在 就想跟你說一句話 忘了我吧 我知道你很愛我 但是請你記住 你千萬千萬不要原諒我 哪怕是恨我一輩子 好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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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 不讓你顫抖 你回來之後肯定會脫胎換骨的 到時候就沒有人敢瞧不起你了 小灰 答應我 為了我 為了我們的孩子 你要加油 我走了 我走了 一路平安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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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记忆的人改变默契 不有一丝隆记忆 忘不了你 太美丽 太珍惜 等记忆让我都不能自己 为什么你听不清 我爱你的心 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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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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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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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不就让你切个菜吗 你看你这点活干的 晓辉 毛晓辉 这菜还能吃吗 你知道现在青菜多少钱一斤吗 你赚钱的本事没学会 糟尽东西你倒是一等一啊 你来 我这正烦着呢 啰嗦什么呀 你这又烦什么呢 还不是压压那死丫头啊 非得把这孩子生下来 现在人流火也知道了 他们俩肯定没戏了 你说这孩子要是流火的该多好啊 他不要我都不答应 你就做梦吧 整天想让你妹妹嫁入豪门 有钱人的家门是那么好进的 有钱人的家门要那么好进 我早就进了 我还嫁你呀 怎么说话呢这事 反正这事我是搞不定了 得让妈出面了 这事不能让妈知道 这要是一传开你别说压压了 就咱俩这张脸往哪放啊 再说了爸妈身体又不好 因为这事再有个三长两短 咱俩这日子怎么过呀 还是你想得周到 你这么冰雪聪明 帮我想想咱怎么办 老公要不然这样 咱给压压的饭里下药 肯定有那种药 一吃这孩子就没了 我现在就上网找找 肯定有 你是水浒传里那王婆的后代吧 真有这药啊 什么药啊 你们俩说什么呢 什么什么药啊 没有 她让我睡觉 睡觉 瞎掰 我看在里头分明就听见小婷在那说 给压压下什么药 下什么药 妈没有你听错了 不可能 我不可能听错 我告诉你必须跟我说 下什么药快说 老公你快跟你妈说说呀 妈你激动什么呀 我激动当然激动了 只要是毛鸦鸦的事我倒激动 没问 想把鸦鸦怎么样 那你快说 快说 快说什么药快说 够了 我告诉你什么药 剁她药 媳妇 你闭嘴 我就受够了 什么 剁什么药 都是您的宝贝女儿 不但被前男友甩了 还还还了人家孩子 我跟心里一直都不敢跟你和爸说 想帮她把孩子解决掉 这就是我们想的 我都说了 你满意了吧 喂 喂 杨杨 你怎么不在医院呀 妈还找你呢 我回家了 什么 你回家怎么不说一声啊 行了 行了 妈 她说她回家了 回家了 伤症这么重 这儿自个儿偷偷就回家了 大夫同意了 骂着她 走 回家 走 小灰 你不是说舍不得我走吗 可是你为什么看到我 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就是这样爱我了 连当面把话说清楚都不敢 你这个骗子 混蛋 你这个骗子 妈 你是不是怀孕了 是小灰的吗 雅雅 你别怀我啊 我本来没想跟妈说 谁让你不听我话的 你哥做的没错 你说你怎么越来越糊涂啊 这孩子不能要 走走走跟我上医院 走 赶紧走走 妈妈别拉我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小灰 怎么他会回来的 我们俩会结婚呢 什么小灰会回来的 什么你们俩会结婚的 孩子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现在都这样了 他音信全无 你还等着他回来跟你结婚 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他回来了 我也不同意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就别做梦了 赶紧跟我走 上医院走 妈 你别拉我呀 我伤都没好 我怎么去医院呢 妈 你冷静点 杨杨还伤着呢 要不然这样 等过两天他伤好点 我们再带他去医院 他现在这样去 人家医生也不给做呀 对对对 嫂子说得对 妈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好吗 我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我一定会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好 我等着 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招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含糊的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含糊的 刘霍 你不是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不是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今天联系我了 他说什么呢 他出国了 出国 就这样走了 可是我还是相信 他一定有苦衷的 你在说什么呢 苦衷 事情都这样子 就算他有天大的苦衷 他也不应该把你丢下来 一走了之吧 现在你还在替他找借口 你要不要清醒一点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我真的好难过 可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劝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想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 跟你一起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想会 孩子的爸爸 现在已经走了 他会不会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之后会不会跟你在一起 这些都是未知数啊 如果他不回来 我就去找他 你肯定找得到他吗 你肯定你找到他以后 他会为你和孩子负责吗 如果这些答案你都是肯定的 那我支持你 我祝你幸福 但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确定呢 你想过吗 孩子怎么办 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了 甚至不受到祝福 他要遇到多少的困难 这些你想过吗 没错 你是妈妈 你有选择权 但 但我真的希望 你不要因为一时的执念 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这 刘红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这些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这儿停了 小张 二十分钟之后你来接我 到时候见到童总 就说是塞车吧 知道了 和雨琪跟你打招 快接吧 喂 喂 刘伙 我在你们家附近的餐厅 我找你有事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 如果你不来的话 你可别后悔 想喝点什么 不用 有什么事说吧 毛压压的伤 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 跟你有关的事情 我都知道 那个人是你派的 你恶不恶心啊 你找人跟踪我干什么 刘伙 在你心里我就那么不堪吗 我今天约你出来 就是想告诉你 从今以后 小心同建国 混蛋 你回去告诉他 是男人 就拿本事出来 光明正大跟我较量 不要暗地里 搞这种装神弄鬼的事 刘伙 算我求求你好不好 不要和他斗了 你斗不过他的 总之瞧 为什么我每次劝你 你都不听呢 你不要再让我 为你担心了好不好 有只功夫你担心他吧 刘伙够了 你不要每次都像小孩子一样 那么幼稚 我这样是为了你好 谢谢你的提醒 说完了吗 我可以走了吧 你等一下 我跟佟建国的事 用不着你插手 你回去告诉他 我流火不会欺负人 但你绝对不会受人摆布 喂 婉欣啊 没有 我伤得没那么严重 站住 对 我这就过来上班了 站住 站住 你一不留神就跑啊 走 回去 干吗呀 哥 你别拉我 我还要上班呢 你也不能天天盯着我呀 我能不盯着你吗 你要不是我妹妹 我才懒得管你这屁事呢 我告诉你啊 孩子这事你要不解决了 哪都别去 瞧把咱妈气的 你还能不能懂点事 哥 我是成年人了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你什么想法啊 把孩子留在肚子里边 等着向灰是吧 可天下还有你这么笨的人没有啊 你痴情也得找对的对象啊 想回他职吗 流火还差不多 你回去 回去 你别拉我 你不就是想让我把孩子打了 嫁给流火吗 那是另外一件事 现在你先把孩子给我打喽 走 走 走 哥 哥 你别拉我 你说你这孩子从小到大 你就没让人省心了 你弄疼我了 哥 走 慢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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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玩 你等我 你等我 停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 你咋会儿跟周葵似的 你捉鬼去你 讨厌 人家不美吗 就就就就你 化成这样还美呢 你看你那脸 跟东西脸那个 体现豆瓣酱似的 小心我泼你脸歇手油啊 主任 吃饭了 你吃饭了吗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你做我对脸 我吃下去吗 恶心 闹心 猎心 李小宝 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 烂迷服务上墙 别去 那个你要早这么说 我早跟你吃饭去 走 我还想跟你吃呀 我就一件事 这副主任到底怎么说的呀 上头批没批 我这可还等着生殖加薪呢 你着什么急呀 上面有消息我肯定告诉你 什么时候有消息 哎 小清 你有拿那么些东西呢 哎我帮你拿这个 不要 要不我让她帮你拿 我 凭什么呀 我这可是要当副主任的人了 有没有组织性距离性啊 加班 三倍工资 我说话都不听了 哎哎哎哎 你们物馆办的人 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呢 哎 小清 哎 要咱们还吃饭去吧 又有挣钱的活想起我来了 我问你 孩子的事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鸭鸭那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宁得跟个牛似的 谁劝她也不听啊 没用的东西 你能办成什么事啊 哎呦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要没办成过事 您跟向辉怎么在一块的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以后这件事不要在任何场合提 你听明白了吗 行行 我记住了 我不跟任何人说 咱们俩合谋 把向辉弄得你床上那事 闭嘴 孩子的事你赶紧给我解决了 要不然 我给你的钱还能让你吐出来 别老急什么呀 山人自有妙计 妙计 你还能有什么妙计啊 乾坤大挪移啊 说人话 就鸭鸭身边有一高副帅 对鸭鸭身一往情深 此人可用之 高副帅 谁啊 刘虎 刘虎 是火器公司那个刘虎 对 你认识 何止认识 你确定 你确定她真的喜欢毛鸭鸭 确定 她们俩天天在一块儿 好的跟什么似的 那你知道她有个前女友吗 听说过 她那个前女友叫何雨琪 就是火器公司那个琪 好像是这名字 她现在是我哥的女人 什么 下班了 我专程在这里等你的 你等我干吗呀 听说你受伤了 怎么样 我来看看你还好吧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当然是刘虎跟我讲的了 她什么都跟我说 我们两个相互之间 从来都不隐瞒的 是吗 那恭喜你了 我来是为了要提醒你 跟刘虎保持距离 因为你会给她带来困扰的 何雨琪 你真的爱留伙吗 当然了 我这一辈子 我只爱她一个人 她也是 那你爱她 为什么还要伤害她呢 这些跟你没有关系 即便是我跟你说 你也听不懂 谁没有谈过恋爱啊 何雨琪 其实你不用紧张我 我们俩也都一样 都是为情所困 我呢 全力以赴在寻找我的爱 而不得 你呢 明明爱你的人就在身边 你却要伤害她 而且还是以为她好的名誉 你说可笑不可笑 梅安安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 我来是要你给我一个保证 保证你跟刘虎断绝来往 何雨琪我给不了你什么保证 就算我跟你保证了 你的心里依旧会不安的 因为这是你跟刘虎之间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你应该去问问刘虎 问问她 她还爱你 你应该去看你 那是个人的事吗 她也会去看她 我应该去看她 我可能会去看她 她还没有想到她 她不想她 她也不想去看她 她还要去看她 以后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了吧 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要说这些狠话呢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我对你的感情吗 我就是太知道了 否则我今天不会来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我放弃这个孩子对吗 我做不到 雅雅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我试着从你的角度上 去思考整件事情 体会你的感受 像会先是抛弃了你 然后描不音信 现在你发现你自己有了他的孩子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逃避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不管你信不信 那一天在物馆办跟你求婚 一半我是想帮你 但另外一半是因为 我发现你就是那个人了 你就是我要用接下来的一辈子 对待的那一个人 你就是我要用接下来的一辈子 你总是说我喜欢开玩笑 对 一开始我的确开玩笑 但 后来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认真了 我认真了 今天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我希望你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内心 回答我 你对我有没有一点点动心 哪怕只是一点点 现在说这个 还有什么意义啊 有意义 雅雅 如果你也对我有点动心的话 那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就这一次 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一个男人他喜欢的女人 身上有了别人的孩子 他该怎么办 前段时间看你那么痛苦 我也很痛苦 我比任何人都想要支持你的决定 可是我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这个事情 我真的做不到 其实我真的想不懂 为什么你要为那样一个男人 生下孩子 你没有想过你以后的路 要怎么走吗 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吗 刘霍 刘霍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 我都 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 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只能说 我们两个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没有 没有 你很好 是我配不上你 所以真的对不起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逃避这些事情 难道我们不能试着一起解决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办法回答我的问题吗 是因为你根本不敢去想 但现在有我 我愿意陪你一起想 好不好 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听我讲个故事好吗 你回来了 鸭鸭呢 对了 鸭鸭呢 怎么全世界人都问我鸭鸭呢 我又不是她保镖 也不能她上厕所我都跟着吧 你吃枪药了 问你一句顶十句 你急什么呀 还有谁问你了 没谁 消停会儿 烦不烦呢你 走什么呀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呗 合着怕我听啊 妈 两口子说点悄悄话 您听着合适吗 我听这话的意思 是嫌我老太婆多余了是吧 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你说一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 关于留火的 说呀 何与其 刘火的前女友佟建国的情人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和你说的 童话呀千真万确 我还以为多大个秘密呢 不就留火有个前女友吗 富人之见 这童话跟我说呀 何与其现在还想念着刘火 还心心念念要跟她复合呢 所以呢 所以要是咱们让她知道 压压怀孕了 而且这孩子是留火的 那 你有话就说有啤酒放什么保护瓶 压压 我告诉你啊 你这孩子真的不能留 你说你又未婚先孕呢 说句就多难听啊 万一 万一 童话 你说谁怀孕了 谁怀孕跟你有关系吗 你刚才跟谁微信呢 我和我的闺蜜聊天 你管得着吗 你是说 毛压压怀孕了 这孩子是谁的 你可真搞笑啊 这孩子是谁的跟你有关系吗 你可告诉我 孩子是谁的 孩子是谁的 好了好了 告诉你吧 这孩子呢 是他男的 我已经准备好听你的爱情故事了 你怎么知道是爱情故事啊 你怎么知道是爱情故事啊 猜呢 我第一次看向辉打篮球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 潮上那么多人 只有他 像是在用生命在奔跑 于是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篮球啊 他说 别人为什么喜欢他不知道 但是他喜欢呢 是因为他觉得 只有在篮球场上 才是自由的 没有任何的标签 没有人 会用外在条件去衡量他的价值 他是一个人 一个个体 只有天空才是极限 就像 艾伦艾弗森 是 说重点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们说好的你明白吗 他那么努力地训练 那么刻苦地比赛 不就是为了能够早一点娶我吗 难道他把这一切都忘了吗 现在我怀着他的孩子 坐在这儿等着他娶我 可是他人却不见了 你说为什么呀 我也能不能够不要我呀 他说过 他要给我穿上最美的婚纱 我连婚纱我都去不了 可是他人却不见了 他去哪了呀 他怎么都不用我 他说你会想起我 尝给你多承诺 如果你成功内容 需要一个拥抱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的角落 喜欢的什么 喜欢的 毛鸭鸭 别哭了 你的故事很感人 走吧 接下来换我带你去一个地方